欢迎收看113年9月11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陈映君 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中秋假节将至今年的中秋节没有廉价 许多人会选择提早烤肉 高雄市政府公园处重申 高雄市内所有的公园禁止烤肉与放鞭炮 若违反规定可处新台币1000到6000元的罚还 高铁难言未来不只延伸到屏东 可能还会延伸到台东 交通部日前说明预计年底会有结果 在新任部长上任后 因无专业的背景遭到地方路权团体质疑 呼吁新部长务必南下请听地方民意 南子区因台积电设厂议题周边房价不断飙升 民众购买意愿却不被影响 2024上半年交易转移动数冠军 五年来首度超越三名区 高雄市知名老牌婚纱店在十日突然发生火警 现场浓烟直串天际 在大火燃烧下 全洞烧到只剩股价 业者粗估损失至少两亿元 抢救的消防队初步研判 疑似因为电线走火酿成伤害 虽然店家员工及时逃生 没有受伤 但店内养了三只电猫 恐怕已丧生火害之中 大火猛烈吞噬了整个店面 消防局出动了32车 95人到场抢救 这里是位在高雄市新兴区 重镇路和临森路上的老牌知名婚纱店 熊熊火焰使得熔烟窜身天际 迅速蔓延的火势 在店内木造装潢 和将近5000套婚纱礼服的助澜下 整栋四层楼的建物 瞬间陷入火海 消防队更是升起三架云梯车 从高空灌水 同时为了避免火势 波及一旁民宅 消防员同样拉起水线 来阻止火舌的蔓延 我们这场火警是14点52 接收到报案的 那现在目前为止是出勤 32车95人 我们知道的起火处 因为它里面是木材隔间 所以火势会大一点 应该没被帮了 已经获得控制了 不会了 二火在消防队的控制下 一小时内就扑灭了火势 所幸当天是婚纱店店休日 店内只有两名员工 并在发现四楼的摄影棚开始猫烟时 曾经试图拿灭火器灭火 但却徒劳无功 只好在第一时间逃出火场 店内养个三只猫 因为关在农礼 来不及抢救 婚纱礼服也都复制一具 初步估计损失大约两亿元 所以也没客人吗 是还好没有客人 店员有几个人 除了会计之外还有人吗 还有一个行政的 两个人总共两个员工 对对对对 他们有受伤吗 他们有打算要进去 没有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 每天没有我们就 基本安排拍照的客人而已 其实都还可以服务啦 就是去别的门市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会就地重建就对了 如果这个事件之后 对啊本来烧掉的大部分 礼服那个再买就好 还是摄影棚那边 可以重新设计啊 火势扑灭后 现场消黑一片 只剩下钢梁和看板骨架 至于会不会影响到 已经预定拍摄婚纱照 以及喜宴要穿的礼服新人 业者表示有分店可以支援 而起火原因 是不是电线走火引起 还是得等后续调查来厘清 记者李佳龙高雄报导 中秋加节将至 加上今年没有廉价 许多人选择提早烤肉 高雄市政府公园处就重申 高雄市内所有的公园 都禁止烤肉与放鞭炮 若违反规定 最高可储新台币6000元 中秋节将至 想到中秋就想到一家团圆烤肉 高雄市政府公园处说明 根据高雄市公园自治条例规定 高雄所有公园都是不能烤肉的 违反规定还可能受到行政罚还 中秋节将至 公园处提醒市民朋友 为确保公园环境整洁 及公共安全 高雄市公园内 禁止进行烤肉活动 或烤饭鞭炮 如违反规定 且履歉不听者 将依高雄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 第20条规定 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罚还 令提醒民众在公园闪月离开前 也请将垃圾带走 共同维护公园情节 中秋烤肉虽然最初是商人宣传 带起的风潮 但对于许多人而言 中秋烤肉是一年难得一次的家族活动 除了安排适合地点 更会排除其他行程全家族团圆 我们也只能在自家门口吧 阳台 公寓的阳台 对 只能这样子 现在变成是一个仪式 就是有个样子 不见得会考得很怎样 对 说不定是厨房 瓦斯污漱稍稍拿来 对 同时进行 因为考价很小 你说要大家要等着吃 那个也来不及 来不及 团圆很重要 对 团圆是一个重点 然后就是一个 全家聚在一起的一个仪式感 我觉得 如果在门口烤肉的话 大家会觉得说 那个烟啊 会都有车子嘛 什么的 对 所以我们尽量都往乡下跑 跟亲戚啊 大家一起 亲戚朋友一起 对 都会回老公的家 所以这个仪式很重要 当然啊 当然啊 一年才一次啊 虽说公园不能烤肉 但高雄 桥头 小岗 澄清湖等地 也有合规场所 可以让民众放心地在开放场地 享受秋节阳光 那个清浦站 那个台塘附近 一个快乐农场 那第一个 我们去那边也是当作是一日游 当初去踏踏青 第二个 那环境周遭也比较适合 因为我们总共有三四十炉 烟烧起来 烟灰花起来 那我想正好附近也比较不会影响到这个整个环境 我想同乐当时也是要考虑了整个整体的环境 今年中秋节没有廉价 许多人是提早或是准备周末举办烤肉活动 一家团聚提前庆祝中秋 记者张世民 吴佩珊 高雄报导 位在临雅区正义里的小巷子 有一条废弃的水浸 长期堆积泥沙以及脏水 造成严重的卫生问题 在正义里长的耗急及努力下 与周边的住户一同向中央争取 诸用这条废弃的水浸作为引接 不但解决了居民水管的问题 也解决了当地的卫生问题 来到高雄正义里的小巷中 这里正在进行污水管道的工程 这条渠沟原本是农田灌溉用的水浸 但因为荒废已久 长期堆积淤泥与脏水 造成严重的卫生问题 浓烈的臭味 让居民在家都不敢打开窗户 为了解决这个污染源 在正义里里长的努力召集下 与周边住户一同与中央争取 诸用这条废弃水浸作污水引接 不但解决了居民污水管道的需求 也发掘了这个长久以来的卫生问题 我很感谢了我们这二十几户的礼民 大家都很配合 而且这个每一户都缴了二十几万 这里边加起来叫两百多万 把这个城市的环境卫生改善 它以前都是这么脏这么乱 那这一次的话 把这个污水做起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变成干净的地方 那所以一个城市 我们每一个地方 这个环境清洁 其实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这个事情已经快要完成了 谢谢我们国差叔 谢谢水利吉 谢谢我们这些礼民祝福 过去高雄有许多农业用地 周边都需要灌溉用水 但是因为多次发展过后 农田消失了 废弃水症反而成为了污染之身的死角 有了这次成功的案例 或许其他有同样问题的区域 也可以比照办理 因为这个地方 它原来是一滩死水 那这里造成一个城市的一个大污染 它很错又很脏 所以我们这一次利用很多的力量 我们的礼民可以制作水利吉的 所谓污水引接 第二个可以消除这些脏乱 那个并温媒 第三个我们那个国有财产署 又可以土地活用 好 这很棒的啦 对啦 所以没有草莓 这些做好 又危险又好 又没有草莓 这些汤也不能开 地区大小事 需要大家一同凝聚力量解决问题 而且每次发生的案例 或许就只各区可以取经的教材 自己的川军 高雄报导 受到725凯米台风的影响 高雄市人武区的灾情惨重 随着秋台的影响 豪大雨造成的淹水问题 也再度成为地方关注的焦点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日前积极推动 治水工程 当地的居民渴望未来的治水工程计划 大幅改善水患问题 受到725凯米台风的重创 高雄市人武区成为受害灾情最大的区域 而有鉴于秋台影响 恐带来大量雨水 人武区内 斯隆溪水稻清疏工程 依旧持续进行外 地方民众也期盼 市府单位对于草工新准 和斯隆溪拓宽工程 加速发包施工作业 让居民对水患不再超烦 当然还是会紧张 可是因为以现在目前 他有开始积聚进驻 轻输那个淤泥 至少我们可以放这个心态 至少下个市容区来 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水利单位如何做好防洪治水 北空挤到那儿透宽 斯隆溪朝工郡的输郡 这个都是迫不及待的事情 希望水利单位 有权责单位 一定要落实 一定要紧速的去执行 主要是说居民的诉求 就是曹工郡跟西隆溪 还有那个居民那边 还有北空挤那边 就是一定要 这边一定都要改善 扩宽 扩宽 怎样让水尽量往下游 再流下去这样子 除了治水改善工程外 民众对于八空桥的拓宽拆建 也热见其成 除了期许未来桥体扩建后 新桥可以向三明区 中都院井桥的美观设计外 同时里长也建议 八空桥改建期间 变桥的施作 以及周边交通的替代路线 都要提前规划并宣导告知 才不是让地方交通大打结 八空桥要拓宽的时候 因为在八德一路 那个进出的人车 车流量很多 所以这个水利单位 交通单位 我看应该在三个月前 就要好好的宣导 这个交围措施 交管措施一定要做好 至于八空桥要开通 开拓宽 我们是非常赞同的 也希望说在开拓之前能够快点 然后再来就是交通期 黑暗期也希望能够进行的疏导 让我们要出入的民众 可以安心的通过 另外在冷武区725灾情后 因为有受灾居民在赔偿 和后续治水问题上产生起见 同样是当地受灾户 帽哥就表示 社区民众都是为了日后 不用再为了下个大雨就担心 所以都会有不同意见来表达 希望可以理性沟通 陈述意见 让专业治水工程可以顺利进行 虽然我们的人物有一个 湾内支救会 虽然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湾内好 可是我一直要跟大家 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 和平的诉求 我相信所有的单位都会听得到 那当然 所有的诉求都是为了这个湾内好 也希望不要再有淹水 可是这个一定要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那各位左右邻居 希望大家好好加油 我们也可以去监督所有的工程嘛 对于冷湖区治水改善计划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则提到 今年年底前完成发包作业 明年会陆续同步进行多项工程 可能会造成居民交通上的困扰和不变 也希望多加体谅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 近年来高雄的演唱会举行的相当频繁 演唱会经济让周边的商家很有感 但这样的效益似乎只有出现在北高雄 南高雄的商圈店面贴满了遭租的看板 店家希望能够有机会回到过去的光景 高雄的演唱会一场接着一场举行 为高雄带来人潮以及前潮 但因为演唱会的地点多半是在市运以及巨弹 这样的经济效益也似乎只有留在北高雄 将尽头转到南高雄的商圈 人烟相当稀少 商圈没落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沿城这一区的话跟景点比还是差蛮多的 有没落有没落一些 商店都空了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这里蛮繁荣的一个地区 可是现在就没落好严重 位于南高雄的新绝章商圈有许多店面都贴出了粗租的布条 与全盛时期十点多就营业有极大的反差 租租租租 绝章商圈一带的店面贴满了招租的布条以及广告看板 许多店家真的撑不下去选择结束营业 屋主只好在找寻新的店家 商圈营运的情况与过去相比 真的有明显差异 即便附近会举行快闪活动 效益也相当短暂 活动结束后还是回到原本的样子 并没有实际带动附近的经济效益 好像在我国高中的时候 这边真的蛮热闹的 大家都会来聚会 像现在就没什么人潮 即将在这几年的情况是美方越想 人潮没有带进来 虽然有办了一些活动 比如说国有斯斯姆的一些演唱会办得很成功 但是没有延审到 属于延审就像这个商圈 人潮没有带进来 当然就没有那个消费 商圈的状况是泡沫化 店家都是在苦撑 演唱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让附近的店家都非常开心 但南北高雄两样情 南高雄的商圈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发展 透过各样的活动带来更多人潮 而非只有短暂的效益 也盼望能够回到过去的盛况 让商圈周围的店家不必再苦撑 记者潘志光陈英军高雄报导 凯旋夜市曾是全台湾最大的观光夜市 在爆发经营权的争议卸业后 外围搭建铁皮 仅周末的跳蚤市场正常营运 近日有民众发现 铁皮上挂着开放招租的布条 金茶市管理公司将要打造主题市集 居酒屋参酒馆新园区 但在疫情过后人潮不在 地方反对改造 有新噪音及卫生影响当地的居民 凯旋夜市能否再起值得观察 辉煌石占地9000坪 曾经是全台最大的观光夜市 高雄凯旋夜市 在爆发经营权争议 暂停歇业之后 外围搭起铁皮 只有周末的跳蚤市场还有营运 不过近日有民众发现 铁皮上新挂着开放招租的布条 金茶市管理公司将打造结合 主题市集居酒屋和餐酒馆新园区 但在疫情过后人潮还在不在 加上地方也出现反对声浪 优先未来噪音卫生问题会影响居民 到底夜市能否再起值得观察 之前还有听说他们 就是这个公司之间 有一些纠纷 也闹上了新闻版 然后造成我们这个地方 会有一些隐忧 因为毕竟夜市就是会带来 脏乱 垃圾 然后交通 噪音等等很多问题 刚开始比较热越来越帅 有时候空气有点不太 开圈夜市2013年开幕 后金凤山青年夜市拆除之后 坛商迁入 又并入金钻夜市及一德夜市 是全台最大的观光夜市 但近年人潮锐减 经济部曾经有意打造日本街挽救人气 但之后计划台死附中 前任摊商则表示 开圈夜市占地大未至佳 但需要积极转型才能重启商机 捷运 轻轨 汽车 开车 公交通 公共运输都不不错 只是说那个地方的腹力很大 然后又一上一行 然后光光客没有来台湾跟高雄 说真的做夜市是很不错 但你现在你夜市如果没有转型 那将来大家当然都是逛 把我公司把我们台湾的特色 再把它转型过来 创新的一个东西 看政府能不能这样子协助的部分 像邮轮你像之前来邮轮 只要一进高雄港 一下来就是500台的游览车 那可以迎接更多的公光客 看来不管凯旋夜市 后续进驻者要如何经营 除了找回人潮之外 消除地方疑虑和市场重新定位 恐怕都是要优先解决的一大课题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前镇区的凯旋路 经常被民众抱怨有梅花灯的情形 整条路的号制不连通 每经过一个路口都需要停下来 相当的不方便 交通局出面说明 因旧凯旋路紧邻轻轨 又有大量的行人 因此号制系统相当繁杂 才会出现梅花灯的情形 机车向前起一段停下红绿灯 灯号通行后继续向前 又遇到了下个红灯 整条路每逢路口都需要停下来 这里是高雄前镇的凯旋路 因为交通号制的不连贯 导致凯旋路的梅花灯 是不是全高雄最严重的 在网路上引发了讨论 因为凯旋路上的号制相当多 除了红绿灯还有行人号制 再加上轻轨号制灯 交通灯号系统相当繁杂 加上轻轨在道路上行驶 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所以才导致凯旋这条路 才会遇到梅花灯的情形 旧凯旋路途径多条东西向的干道 除了需要考虑轻轨通行以外 还需要顾及干道车流顺畅 以及转向的安全 因此当轻轨行进的时候 会触动优先驶向插入 启动东西向的秒速补偿机制 会导致影响浩之的连锁状况 根据交通局道路绩效的观察 今年初到现在 本路段的旅行数据并没有明显恶化 可能连续五次的红绿灯 它都是连锁了 可是到第六次那个秒速周期不一样的时候 它就会被打断 那很多的民众 他可能就是刚好遇到 第六次那个秒速被打断的时刻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这个路口怎么不连贯 也因为这个轻轨的行驶的路权的关系 一段马路里面如果遇到轻轨的路口的话 它的红绿灯秒速的这个循环规律 也会因为轻轨的通过而被打断 耗赐不连贯的梅花灯 在高雄时常引发民怨 但是因为高雄的智慧灯号运算相较北部不足 只能靠民态和民众反应 才有办法及时做处理 而且今年行人路权抬头 灯号周期还需要加入小绿轮的时速 最后再加上充满不确定性的轻轨 导致不连贯的灯号会越来越常见 只要一个难以控制的系统 加上一个固定循环周期的系统 两个系统刚好是一个直线一个横线交叉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民众就会得到 这个红绿灯不连贯的梅花 也就是梅花灯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我说如果说我们希望高雄市的整个智慧灯控 是能够完全符合市民的需求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只能说尽量的来透过明代的会开 民众的城勤等等的去做相对的调整 尽量调整到让大家齐称起来是舒适的 但是你要说完全完全能够达到说 每个路口都不会有梅花灯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高雄的梅花灯在今年因为各种交通系统的加入 有变得更加严重的状况 为了追求路往的最大效益 或许交通规划还需要多加考量和调整 记者双军交叉报道 高铁南沿的议题未来可能不只会延伸到屏东 也可能会继续延伸到台东 交通部日前说明预计在今年的年底会有结果 但在新任部长上任后 没有专业的背景加上旅出惊人言论 让地方路权团体质疑 担心未来高铁南沿会有变数 呼吁新任部长必须南下 请听地方名义 高雄市民期待已久高铁南沿高雄站 交通部日前曾对高铁南沿状况做说明 左营站衔接到屏东的路线 预计年底前会有结果 但在新任部长上任之后 因为没有专业背景又履出惊人之语 让地方质疑并且反对高铁捷运化 希望新任部长能够听取意见 做出决定让高铁设在凤山站让他供购 高铁主营站距离台铁高雄火车站 直线距离大概六公里 在这样短距离设置两站的高铁停靠站 无疑就是将高铁捷运化 让快车变成慢车 我要请交通部慎重的考量评估 以地方发展前瞻性及高铁营运的效益 最佳的一个规划方式 就是设站在凤山火车站让他供购 不只明代质疑 路权团体和地方商圈也担心 高铁南沿岸会有变数 呼吁新任部长必须南下听取地方意见 让高铁南沿岸有所进展 陈世凯陈部长 他是一个政治任命的交通部长 那我们对于他的交通专业是抱持比较质疑的态度 因为他本身就是从议员出身 他也没有经过一些交通专业的历练 这是我们担心的地方 之前的前任部长李孟燕 他是说他希望说将高铁延伸到高雄市区到屏东 那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突破性的一个说法 那当时候也引起那个一些回响 那陈世凯部长因为他可能因为是政治任命 他对于这个高铁延伸议题 态度会比较保守一点 他可能会把江之前的高铁 从新左营延伸到六块与错 当做是一个定案 那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地方 我们是希望说就是陈世凯部长应该要到高雄 请听民意 高雄车站这边附近有将近十个行政区 十个行政区都是以前比较旧的社区 你如果高铁有进来带动整个高雄行政区 再次的蓬勃发展 很希望新部长有机会来高雄 我们火车站旁边周边 听听我们这边附近的居民的民意 高铁站往南走到底会经过哪里 需要完整的环境评估 也关系到地方发展 地方人士也希望新部长能够多参考专家的意见 广难民意 好好规划一次做到位 让期盼已久的南沿案顺利执行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道 高雄市南子区人口快速增长 市议员黄文志建议市府 启动增设清风国小的兴建规划 家长表示里内如果有一所小学 就不用大老远接送小孩 另外如果小孩走路上学 也会比较安全 开工顺利 动土平安 高雄南子区的蓝田国小 日前动工新建 是因为高大特区人口数增加 而清风里内也有一座设宅正在新建 再加上台积电设厂的效益 人口数也快速增加 市议员黄文志建议市府 尽快启动增设清风国小的新建规划 清风里的这个大楼一直在盖 包括未来还有大概将近1600户的 这个社会住宅的进入 我想这边的这个就学的需求 这个小朋友越来越多 那在目前的男子国小的校舍 虽然在新建当中 那可是未来因应整个这个 学生的这个入学状况 可能或许还是会不够 未来的清风国小最有可能的预订地 黄文志议员建议 设在男子高中旁的清风棒球场 而因应未来的规划 除了新建国小之外 也建议一并将国中也考虑进去 像拜托在这里 有很多人 听说我朋友这边要去 有听你讲 那是不是包括未来整个男子国中 因为男子国中目前的这个 学生缘也是比较多 那未来是不是也会 面临到同样的这个 教室不够的不够的这个使用的这个状况 那所以是不是这一块这块 文小时事应该可以一并来考量说 包括国中或国小是怎么样来做一个设置的状况 可以一起一并来做评估 由于目前清风国小的小孩都要到男子国小或南洋国小就读 距离比较远 听到男子高中旁的棒球场 未来可能规划一所国小 家长们都觉得很好 这样就不用大老远接送小孩到其他里的国小上学 路上也会比较安全 那当然如果可以就近的话 当然在上学部分相对是安全的 那如果有一些是阿公阿嬷来负责去做接送的 我觉得相对的对这些长辈再去做接送小朋友 也是相对的比较安全 带他去差不多走一二十分 如果清风国小 我们走过去差不多四五分钟我们就到了 那比较安全 男子区社会半导体科技业进驻 人口数增加将要超过左营区 成为高雄市第三大区 黄文志议员关心学童就学权益 希望及早启动新建清风国小的规划 满足就学需求 记者赖长邦高雄报道 台积电在男子设厂的消息公开后 周边的房价就不断飙升 不过丝毫对于要购买的民众来说 并没有影响意愿 男子区2024上半年的交易转移动数 五年来首度超越三名区 夺得全市冠军 在台积电到男子设厂的消息公开后 一连串的话题引起民众讨论 其中最热门的话题就是房价 虽然男子区房价近年来不断飙升 却不影响民众的购买意愿 更在2024的上半年 交易转移动数夺得全市冠军 并首度超越三名区 台积电这个话题出来之前 男子区它本身就是交易量就比较大 然后人口也是稳定有在成长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男子它算是一个新兴的重化区 它这里的屋林比较新 那而且它的房价相较于 其他的市区来说会比较亲民一点 所以其实男子区它一直以来 都是有受到就是一些年轻手购族的喜爱 男子区的地理位置仅零左营 生活机能相当方便 因此本来就吸引许多的年轻人买房在男子 加上台积电的设厂 让男子区的买气大爆发 那这一次主要是台积电的话题 那搭配整个就是南部的那个半导体S郎带 那因为台积电来之外呢 它一定还会带来它的一些周边的厂商 那接下来周边的厂商来了之后呢 就是也会有一些像是十一住行 这些相关的他们也是会想要过来这边进驻 那所以男子区这几年啊 有越来越多的大型连锁品牌进驻 男子区在上半年的房市 角出非常漂亮的成果 这显示了高雄的购物热区已转移 今年来台积电以及南部半导体 S郎带的热门议题 带动男子区的经济以及房价 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 即便房价飙涨 民众的购买意愿仍然不减少 记者潘志光陈英军高雄报道 蜻蜓会捕食蚊子 那如果是蜻蜓模型的挂饰呢 是否也有驱蚊的功效呢 在高雄市三明区风雨里的里长谢席源 近日到日本参访 发现当地有不少的民众 身上会憋着蜻蜓模型的驱蚊器 返台后他也买了蜻蜓模型自行彩绘 并吊挂在蚊虫多的住家 发现蚊子的高度竟然降低了 似乎真的很有效 里长服务出外飞来一只大蜻蜓盘旋不去 仔细看原来是蜻蜓模型高挂墙外相当有趣 不过除了当吊饰外 这只号称蜻蜓界的王者五霸沟庭 其实还有一项惊人的本事 就是化身为驱蚊神物 上个月有机会到日本做参访 那在无意间就看到 日本人有些小朋友上面会挂这个蜻蜓 甚至住家还有一些澡堂 都会悬挂蜻蜓 那我觉得就非常吸引我的注意这样子 那我就上网爬文一下 那这个是蜻蜓界的王者叫五霸沟庭 那就是很会吃蚊子 然后就因为这些模型 我会觉得我想说也有兴趣来制作一下 里长谢席元觉得有趣 回台后也实验看看 除了从日本带回两只模型外 另购全白色的无霸沟庭模型 发挥美术常才自行上色 并挂在蚊虫多的住家 发现蚊子飞的高度竟然越来越低 似乎真的被蜻蜓吓跑了 里长有特别来做这个蜻蜓的模型 黄昏前几个钟头 就是最密集的时刻会比较有降低的幅度 当初在日式的超商有看到蜻蜓模型 那以为是装饰品 对 那结果没有想到它就是还有驱蚊的效果 现在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因为里长刚刚去参访网回来之后 才告诉我们说好像有点重 因为实际已经挂了一个蚊子 它灰的它本来灰的很高 它灰的它是降的很低 实际的就可以贴在门口 就是蚊子就看到就可能不会赶进来 或者你要随身户外的话 就可以把它改成像别针 或者是挂在包包的吊扣这样子 就可以贴着夹着这样子出去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喷一些防蚊液在上面 也是让它有味道 就像挂老鹰杆麻雀鸽子一般 蜻蜓驱蚊的效果网路上有人认为有用 也有人认为无效 总之就是趣味实验 里长除了借此唤醒居民注意居家卫生环境之外 多了一些外形可爱的蜻蜓当作装饰也无方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您觉得咸酥鸡店卖的东西都差不多吗 高雄左营就有一家在地经营30多年的咸酥鸡老店 在二代接手之后 和菜市场的摊商进行合作 提供鱿鱼的软骨以及鸡的膝盖这些比较少见的食材 并且用新鲜的油进行油炸 再加上自制的中药麻辣粉 香辣又邪恶的咸酥鸡 吸引不少顾客一买再买 展示柜里好几样咸酥鸡美食 不知道该怎么挑吗 老板娘告诉你几样店里面的正店之宝 不敢说是独家 但至少是一般咸酥鸡店比较少见的食材 鱿鱼软骨就是只有那个深海的大鱿鱼 它才会有一点 我们也是通过认识的人 帮我们特意拆解的一部分 鸡的膝盖骨 它里面有软骨跟肉 吃起来会比较有嚼劲 我们也是自己腌制 它的时间会比较久 这些食材可是老板夫妻俩 一早到左营哈喽市场 和预定好的摊商拿的 回来之后还要处理腌制 再裹粉预炸 确保每样食材都新鲜好吃 难怪客人和里长都强力推荐 这家店已经开很久了 味道不错就是这样就过来 不然再晚一点人很多 就叫我还没下班前赶快先过来 都很好吃都很好吃 不管什么东西都要老板娘 亲自到哈喽市场早上 去哈喽市场挑选很新鲜的食材 尤其这种鸡肉 都要很现宰的鸡肉 回来老板娘就要亲自用切的 不是用机器做切的 它是用手工切的 原来这家咸酥鸡店 最早是老板的大伯开的 之后传承给老板夫妻两经营 爱漂亮的老板娘 也只好脱下手指甲上的美甲 绑起头发撩了去 一下子给鸡肉裹粉 一下子丢进油锅里油炸 完全不怕油烟 只想着要和先生一起 把咸酥鸡店经营下去 然后他本来就是说 觉得我做不了 然后我就去拆美甲 第二天就来贴在这边帮忙 然后他就觉得我有想要做 然后他后来就是 忍痛哥爱给我 后面用一系列跑了一些客人 然后就是后面 然后再自己慢慢做 就是从去年到今年 稍微有比较好一些这样 里长看到老板夫妻两 同心协力 把食材品质固好 让客人吃到特别 又美味的咸酥鸡 就推荐他们参加 市府观光局举办的 咸酥鸡江莲华活动 将左营这一家巷弄美食 让更多人知道 晚上休息 就差不多两三点了 做生意是很辛苦 年轻人能够这样子 尤其是这个新住民 能够有这样的成绩 是非常难能可贵 年轻人肯做事 因为咸酥鸡 我觉得在台湾很普遍 然后我们就尝试着 去东南西北买一些不一样的 然后再自己去 找一些不一样的食材 让大家吃一些不一样的食物 这样子会比较新鲜感 现在的咸酥鸡店满街都是 要比新鲜比美味 还要比食材特别 才能够抓住客人的胃 这一家咸酥鸡店 还加上了夫妻俩 共同努力打拼的故事 让咸酥鸡老店继续飘香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对台湾人而言 蛋饼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早餐选项 左营大陆这间粉浆蛋饼 主打外酥内软 每煎上一份蛋饼 就至少得花10分钟 老板娘希望大家都能在 上班上课之前吃饱饱 老板娘熟悉的把打好的粉浆 加入平底锅 等到粉浆定型后 再将蛋饼放到煎台继续煎 每煎一轮蛋饼至少就得耗时10分钟 但老板娘不怕麻烦 为了要让客人吃到外酥内软的粉浆蛋饼 大家在一起工作 跟员工在一起工作 都饼吃着开心快乐第一 就是这样愉快工作 就是这样 大家在一起都缘分 都相互的这样子 产品都是饼吃着 都良心啊 这样良心 大家都吃着卫生健康这样第一 平底锅有多大 蛋饼就有多大 这是店家的原则 老板娘来台十多年 起初甚至连蛋饼是什么都不知道 虽然工作时间很长 但老板娘饼吃着 一定要让客人吃饱饱的精神 做出一份又一份的粉浆蛋饼 我们平常都是三点半 员工都要来上班 开张 一般都是白 四点都有东西可以吃的 蛋饼 四点半有尖角锅贴 这样 本身是饼吃着就是要好吃 讲究着质量 就是出货可能有时间会有卖会等一些 要想要掐的话 这样子 一般都是要外表酥脆 那边软才可以出货 我们的蛋饼啊 里面不会乱放东西 煎到酥脆的蛋饼 老板娘说切下去的声音真的非常疗愈 贩售的品项虽然不多 但每一样都是店家坚持手作 希望能让大家在上班上课之前 品尝到美味的早点 记者潘志光陈英君高雄报道 智慧手机内的讯息五花八门 使得民众很难在第一时间分辨真假 尤其在讯息中 若是含有网址连接这些复杂的内容 就有可能是新型的诈骗手法 为了避免这些假讯息害到民众 要提醒民众接收讯息时 应该提高警觉 不要随意乱点不明的连结 提升个人对于讯息真假的辨识能力 连结的话你点进去 它可以把你全部 你的营养那个调出来 别看过啦 就是我的手机拿出来 但是我没插味 连结这种我不太会用 拿起手机看到一整排 来自四面八方的讯息 已经是现代人的生活日常 这些讯息内容五花八门 有同志领奖的 有同志罚单到齐未缴 还有各种好康优惠连结 真真假假让人分不清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落入钓鱼陷阱 这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呢 结果可疑的讯息可经由我们警政署与民间公司共同研发的网路查询平台 LINE的趋势达人还有 Husico APP 另外政府与各大电信公司有推进官方简讯的代号 政府的中央简讯单是111 中华电信是开头123的6个码 那另外远传电信是888100 台湾大哥大是935188 如果除此之外的简讯号码传来的 就不是非官方的简讯呢 那民众可以依据这样去做排除 除了在点击前要先了解讯息来源的真假外 同时也要印证消息的正确性 才可以避免转传错误资讯 而在传统诈骗依旧都不胜属的情况下 科技的日新月异 更增长了诈骗集团的嚣张气焰 现在透过变脸变因等新型态的诈骗手法 也已经悄悄的出现在生活之中 我们第一个就是想着说有人那些好心给我们报警 通过心官就是我真的放心 放心不然我都没教你们说 我说越想越不对 我是说不可以让 教授这些事情 真的出问题要怎样 我们台北说你用骗的 那诈骗集团新的手法 他们都做整套的 12会12万 17号会5万 还不知道我们几基还在那里攻击 那我就封锁了 根据内政部警政署资料显示 目前最常见的诈骗手法 就属诈骗金额最高的假投资政诈财 同样是来自社群网站中 某有名人相片或银行机构进行投资分享 诱打大众点击连结到假冒的网页 登入账密 达到盗取个人账户等敏感资讯 若不小心上当受骗 不仅容易使自己成为被害人 更可能成为诈骗集团 手上的洗钱人头账户 如果民众在求职或是在投资上 对方有要求民众提供金融账户等资讯 民众一定要小心 因为如果你不小心提供这个金融账户的话 有可能变成诈骗或洗钱的共犯 被触犯洗钱防治法 假讯息假新闻无所不在 也防不胜防 甚至也有引用过期资讯或图片 误导大众视听 而为了提升大众识别查证能力 除了警政署的165返扎专线外 现在也有许多专业的查证网站 像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麦克佩以及美玉伊等 都能及时验证手上资讯的真假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养成查证习惯 当个称职的资讯守门人 记者李嘉隆 高雄报导 继续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午后雷震雨28到34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午后雷震雨26到33度 台北地区基隆陶竹苗多云26到35度 想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 YouTube频道或FV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陈英君 我们下次再会 祝您平安顺心 请不吝点赞订阅 你平安顺心 妈 那个网址你别乱点啦 应该是骗各支的钓鱼网站 怎么可能 上面的图片没错啊 有这种活动都是官方发布讯息 你看这个帐号旁边并没有通过认证的绿色、蓝色盾牌 粉丝页也没有官方认证的蓝勾勾 我已经加入了怎么办 你先检举并封锁这个假帐号 然后赶快更新你的密码 这么严重喔 下次不管是看到简讯、email 或是网站连结 不要随便点选 对于询问